遥控钥匙的电池没电了 这种情况在车铃稍长一点的车上还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钥匙没电不仅进不去车门 如果车有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话 车也不好发动了 遥控钥匙没电怎么把车开走呢 首先绝大多数遥控钥匙内部都会有一把机械钥匙 先把它找出来 这种机械钥匙一般藏的都比较隐蔽 接下来需要找到车门钥匙孔 因为现在很多车门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钥匙孔的 很多车的钥匙孔隐藏在车前门的门把手旁边 需要把外壳撬开才能看见 具体于各位的车 这些钥匙在哪 钥匙孔在哪 去看看自己的车辆说明书吧 无钥匙启动的车 没钥匙孔怎么启动 其实这个问题也比较好解决 现在各个车型都为这种情况设计了感应区 把钥匙放在感应区 再去按启动按钮就可以了 感应区的具体位置 就有很多种了 像本田的多数车型 是设置在靠近启动按钮的位置 大众的一些车型是在方向盘下面的位置 还有一些车型钥匙的感应区 是设置在扶手箱里面的 也有在杯架里的 小编见过最不明显的是标志的梦块车型 感应区设置在了一个小盒里 要想了解自己的车感应区的位置 还是那句话去看看说明书吧 用这种方式启动车 也就是换个应急的办法 小伙伴们一有时间还是要尽快的把钥匙的电池给换了 懒得自己动手的话 可以选择去4S店或者7配程 因为4S店换电池还是挺贵的 普通车就得六七十块钱 好点品牌的车钥匙 要你个上百也很正常 如果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小伙伴 小编还是推荐自己更换电池 也很简单 拆开钥匙 看好电池型号 从网上买个新电池十来块钱 你就搞定了 自己动手 风子时了 当然如果全车没电了 也有可能出现遥控钥匙 打开车的情况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那就需要给电瓶打电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